你敢相信就是视频中这位衣衫蓝绿的瘦弱老人 能写出一首出神入化的毛笔字 他的莫保不但被全网重金购买 还让各大电视台争相报道 连书写都对他万般好评 明明是该纵享天伦之乐的古兮之年 却以窑洞为家与狗相伴 双兮跪地写字却不折先锋道骨 破败身躯竟折服着一位大书法家 到底他的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又是何种原因才会流落街头 今天就让牛哥带大家走进贵血狂人烦恼的书法人生 老爷子名叫樊基广 今年72岁甘肃庆阳人 老人儿时家庭条件优越 曾是知识分子因满腹经伦 出口成章 年轻时还在乡村教了20多年的书 38岁时老伴癌症去世 老爷子至今未娶 他的人生轨迹也开始改变 离开学校后 老爷子因生活的各种变故 开始走上街头 给路人写毛笔字 如今流浪12年 以窑洞为家 他爱抽烟喝酒 酒后不但满面春风能说会道 写的字更是行云洒脱 宛如神来之笔 网友称之为奇人 于是 在上海的繁华街头 一块空地上 一位受骨临巡的老人 比走游龙时 总能引来无数观众拍手叫绝 老爷子挥豪豪放不羁 自己自成一派 持笔变换灵动游刃有余 笔风刚进有力一波三折 仿佛在娓娓到来 自己的人生故事 别人看钱写字 老爷子写字 却看心情 看你和演员 就别你免费 若是不喜欢你 花再高的价钱也不给 有时候还能用烟酒作为交换 别看他衣衫破旧 却阻挡不住散发出来的才华 那和矮可亲的面容上 还续着长长的白须 活像一位仙翁 老人不但下笔如有神 还怀着一颗满腔热疹的善心 这次来到上海写字 是想挣钱 把老家的学校装修一下 他写尽了人间沧桑 却写不尽自己的苦到热肠 网友看完 吴布纷纷竖起大拇指 直言 大师在流浪 小丑在殿堂 自美心更美 每个人的一生 都会历经无数的坎坷辛苦 愿我们都能从容面对 整装再次启航 你身边有像老爷子一样的高人吗 期待下期 我们不见不散